7月5日 一段记录河南贾县交警执法查酒驾的视频 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 并引起舆论热议 视频中 当交警查到一辆车牌号为 玉DQ8008的白色轿车时 该车司机拒绝下车接受酒驾检查 该车后座的一名男子 则直接掏出执法工作证 拒绝接受检查 让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不想 下车呢 我都问这弄走我呢 下车 你弄走 你带班人是 你肯定能弄走 知道不是 来下车 他就往开了 先下车 我都问你 那带班人是 先下车呢 先下车 带班人是 我都问我那带班人是 你先下车 怎么着 来来来来 你并推我啊 你并推我 带班人是 并推我啊 那是挪腹了 我问我 我说 玉DQ8008 我说 带班人是 要是有任务了 我 我 我跟他练 我就问他 带班人是 你先下车 你先说 先一牛后 加二级弄车啊 先配合工作 来先下车 我就问他 带班人是 谁弄这 说了说了 先下车呢 不要事弄到啊 我先下车 再带班人是 你别管了 那你先弄我 先下车呢 先下车呢 您带班人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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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了,你开我车了? 我开着了 你紧了多少呢? 你管我紧了多少 这是你说了算了 这是你说了算了 你跟人下车呢? 来,你跟人家说一下 我回家了 朋友们老子不叫走了 自己先下车 自己先下车 来,加皮革工作 这是谁? 这是谁? 你给他说一下 你给他说一下 大哥们都回来了 你给他说一下 你看,这两个都还能够 这个 着十分之后, 中午有一次把撞给我摔过去, 摔倒下了, 这么长大, 你到底是零什么, 就是添加热的, 他说你弄弄了 从这弄弄了 洗花了 你先洗花 先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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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后 7月6日晚 河南甲县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 通报中称 后座男子为甲县公安局通信科科长徐某 已被免职并给予证务机大过处分 事发时 司机的确是酒后驾车 已被行政处罚 对给车放行的交警实行既过处罚 然而 这份通报再次引起民众的不满 很多网民质疑 接电话的人是谁 旭风哥呢 根据红星新闻等媒体的报道 该事件发生在几个月之前 后座民警徐某 曾多次获得先进个人荣誉 而根据网民爆料称 当日始终坚持对该车人员进行检查的执法交警 是一名辅警 而他早就被以执行期间有违规行为为由辞退 对此 很多微博网友进行评论 微博用户 实地轨迹评论说 不仅那个酒驾的要查 走关系的要查 放人的要查 拍板开除正常执行公务辅警的也要查 微博用户Guardiora评论说 体制内的人疯狂践踏法律 微博用户李家的大老爷评论说 全力把法律摁在了地上使劲摩擦 中国数字时代CDT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请不吝点赞 订阅